有6個SBE簽證的人 懂嗎 也有兩個通過的 您是上個星期幾去的 星期二 15號他是NO 他這個簽證叫SBE 懂嗎 就是恢復綠卡或者這種 性子的這種類似的簽證 上海不辦了 就相當於移民了 必須去廣州 必須去廣州 是義工帶您去的 對 那面試官問了您哪些問題呢 面試官問哪些問題 面試官第一個面試官也不教 就是借材料的 他就翻了一翻 你的什麼各種材料了 對吧 其實就是 你自己什麼 護照綠卡 以及包括美國打工卡這種 交稅交稅的那種號碼卡 不印件 他都不看的 就這樣翻了 翻兩下 就這樣翻兩下以後 就是 翻到以後一頁 本來就沒急 就說了 你離過婚 我想對 我就這樣回答 哦 他也不說 也不說了 是吧 我說過以後 他說你這樣 你貸錢了嗎 我說貸了 我說不在我身上 在門外那個人身上 多少錢 叫205美金 1332 就是你面簽 無論通過不通過 這個錢都要支付 對 那也不少 如果他當時就拒錢你 你不叫的 當時就拒絕嘛 就等於你也沒有面談機會了 你也沒那個了 他就是說就像好比 面試官是面試官 你這個審資料的人是審資料的人 看資料人看資料人 那看資料人都過不去了 那是肯定就不要過去了 看資料這一關您通過了 看資料嘛 他就那個呀 就叫你去付錢了 付了錢以後 您到面試官那邊了 對付了錢我交給他 但是他有一句話 後來我就感覺不好 什麼呢 他講著講著就是看到 碰了我 你離過婚 就說了一句 你交了錢 並不保證面試官會跟你通過 提示您一下 哎 懂嗎 然後交好錢回去盤進去 他說你到B區 就到了面試官那邊了 對到B區是專門等待面試的人 講不好聽話就是 簽出簽不出 就是就看那邊那個 看那邊那個了 有六個SB簽證的人 對嗎 要排隊了是吧 對有兩個通過的 那個女的 那天也不是什麼事情 欺乎乎一樣的 來那個女的 因為在愛區他叫我拿著單子等著叫 對吧 等著叫 後來來了一個女 過一會來一個女的 我已經是最後一個人 中國人還是外國人 好像是連 看不是或者是人們是中國人 但是呢 他應該不會講中文 應該是或者是台灣裔美籍人 或者是 華裔美國人 哎呀 要麽就華裔美國人 他也是一邊看看看看 就翻得很快的 他就翻到那個 翻了翻之後 他又走掉一回 就是幹什麼去了 過來又這樣翻一下 翻一下嘛 翻一下 看他那個樣子不耐翻 懂嗎 不耐翻 叫另外一個中文比較好的人 去 他說他這個 意思好像中文 溝通有困難 他就問我 後來又講你 為什麼要從美國回來 我就想看這個 是吧 尋找這個 那麼他一邊問一邊又翻 又翻到 離婚了一夜 對吧 他說他火氣不是好像哪裡來的 當時我心想他是不是也是要被男朋友甩了 對吧 因為火氣不是從哪裡來的 離婚過分 哦對 他講那句話我其實 知道了 英文 謝 就這樣講中國人他媽的一樣 謝 然後就 這個動作就 那個 一邊 拿那個紙再翻過來 卡他一個張 翻過去 卡他一個張 三張紙蓋過張 然後 這張紙蓋過張 有一張沒沒蓋張的啪啪一勾 你沒有足夠的證據 你沒有足夠的證據 你不回美國的理由 理由不充分是吧 對 還有一條什麼 還有一條 當然我就是說我連根本他都不跟你解釋 我就在美國 十年我也在教了九年歲啊什麼 他都不根本不看 也不問 就這麼 後來我這一想 要作為 他說作為面試官 我不 不能通過你的簽證 最後說了這樣一句 哎呀就算了 就這樣結束了 他根本不跟你說了 那個 那邊那個那個老頭子老太婆 都八十多歲了 你看面試官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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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了有二十分鐘 沒通過 也是S比一 面試官最後還講 這樣 你可以 申請 探親 作為 他也是 S比一嘛就是要恢復綠卡了 是的 是的 對 作為移民官他說 我不能給你通過 你可以重心探測 面試官有沒有跟你想一個辦法呢 沒有 這過年這個女的像吃了槍藥一樣 不通過然後他就走了 對 他就把東西一給嘛 很快很簡單的 沒有像那一對老夫妻一樣 沒有 那個老夫妻給他們一個建議 對 我都看他有二十多分鐘在 在那兒我們都八十多歲了 我們想再去看一看兒子 對吧 什麼 那裏面 裏面就聽老外講的英文 有個 有個翻譯一樣的人 再給他解釋 到最後 老外自己講 你可以 申請探親 那這也是面前運氣不好 對 你講的對 其實 運氣分很重要 很重要 為啥我告訴你 為什麼這個問題 對移民官來說 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呢 因為太多的中國人搞 婚姻移民 咋變呀 就是這邊離婚 那邊再弄 再討好老婆 找個老公的 又可以申請進入美國嘛 然後就是假 假離婚假結婚了 你姐 您弟弟知道您的面試結果了嗎 知道了 他怎麼說的 他說這個也沒辦法 他說本來想找過美國方面就闖關 第二個方案 律師給他講不可能的 你這麼久 不管你什麼原因 你這麼久不回美國 對吧 你不去報備 也就說明你沒有想回美國的意願 現在想來也不行啊 對 但你 他說 你這個太久了 9年多 您弟弟給您諮詢律師的結果 這是 資金他告訴我 就是律師告訴他講不可能的 而且沒有簽 還沒去簽呢 他就講律師告訴他 不可 不會 肯定拒簽 那律師又沒有講 還有其他辦法嗎 除非重新移民 重新移民的話就您小孩幫您申請 對 我兒子申請 那就 時間要長了 對 我也如果走這條路我也不行 沒有必要 您弟弟也可以幫您申請吧 而且要10年 兄弟 要10年 對 排隊排10年 排隊 那太長了 對 這我兒子 我兒就算我兒子願意幫我申請 也要一年以後 要排一年以後 這也沒有其他方法了 其他怎麼去 父子 他在我眼睫 他要 Pix 拿衛生 以外 reflect 保 haird